106 上次我们讲到了信托课税不课税 信托 在信托行为成立的左边 他是不课税的 理由很简单 信托关系人之间的交易 只是形式上的旗移转 并非真正移转 所以不课税 但是右边的部分就要课税的 成立的时候 受益人是非委托人要课税 成立的时候受益人是委托人 事后变更成为非委托人要课税 假设这个信托业者 信托的绩效良好 我们可不可以最佳信托财产给他 可以 所以这种时候也要课证与税 好 再来接着翻开106页 财产赠予跟经常居住的概念 讲到遗产赠予税 我们第一个就会跟同学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的身份是一还是二还是三 你的身份是一代表怎么样 你是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的中华民国国民 对不对 一 那什么是一的话 请问同学 遗正税我们采用什么主义来课税 属人主义来课税 境内境外的财产都要课税 对不对 好 境内境外都要课税 那请问同学什么叫境内 中华民国境内很简单 台澎金马就叫做中华民国境内 台澎金马以外的就叫做中华民国境外 很简单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看 哪些财产 第一个 遗产赠予税里面的财产是指三个化钱 动产 不动产 其一切有财产价值的权利 所以三个 动产 不动产 加上权利 再来 不动产赠予行为发生日而认定 以契约锁定日为准 契约定什么就是那一天 再来 赠予不动产的案件在未移转登记前 可不可以申以退税 可以 缴的赠予税还可以 撤回 要求退税 要求退税可以的 因为 动产 不动产本身要经过地震事务所过户登记 没过户登记以前是没有效的 好 再来 这类股票也是要经过过户 还没过户以前 它可以撤销 再来 第三 什么叫正义 前面讲过的 只财产所有人以至于的财产 无偿两个字画起来 无偿送给你 这是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要经过他人引寿 我接受 这你才成立 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往下 两宴离婚 没有打官司 两个到负贞宿所办理离婚登记 这要两院 那通常写个理由 我两个性不合 那就离婚了 那这时候总要给对方一个补偿嘛 对不对 那每个月给你生活会两万块 那这要不要课赠领税 不用 这个就不用了 好 再来 接着往下 那什么叫做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 那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我 死亡事实过阵影行为发生前两年内 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 这个就叫做经常居住 有住所 你有社负籍的啦 你我是不是有社负籍 对 那这种就不算天数了 对不对 第二个 在中华民国境内没有住所 可是有居所 有些人 他在台湾没有社负籍啊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住的地方 有啊 很多人住工厂啊 对不对 好 那假如两年在台湾住超过一年 一年几天 365天 他就叫做经常居住 所以有社负籍的要不要算天数 不要 没社负籍的才要算天数 好 可是有个例外 看一下一页 二 例外 前几年台湾 来个两年五百亿 要求提高各大专 国立大专业需要 提高他的世界的排名 所以我们就用那些钱 请了很多外国比较有名的大学教授 来台湾 讲学 那通常教授教授大部分都定约都讲两年 那万一两年到了 还没到 不信这个外国教授 在台湾 要成名也相当老嘛 对不然怎么会成名 好 万一不信死了呢 两年住超过一年 那他是不是竟然居住 不是 所以这里有一个 卡二 受中华民国政府聘行从事工作 在中华民国今年有特定居留 期限者 不在此限 刚刚讲过 两年在台湾居住超过一年 对不对 可是不是啊 他是教官教授 不算 好 第二个 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外 代表是 那就是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的颠倒 只要不是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 就叫做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外 对不对 好 看到第六点 本话所讲的农用地 画起来 考中很无聊的考题 适用农业发展条例的规定 农业发展条例的规定 曾经考过什么条例的规定 税法 好 再来对于四个境内或境外 很简单 境内 台蓬金马叫境内 台蓬金马以外的就叫境外 很简单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 动产不动产 给付着于不动产的权利 那以动产不动产的所在地 画起来 所在地 第二个 但是船舶车辆航空机 以及船级车辆航空机的 画起来 登记机关的所在地 那我们行业巨子 蒼龙花 它很多货柜轮 大部分都登记在巴拿马 理由很简单 巴拿马是全世界的免税天堂 对不对 所以明显这是境外财产的 不会再境内 即使停在基隆港也没用 好 下一个 矿业权 以矿区 矿场的所在地 那台湾没什么矿 所以这也可以跳过去的 一夜前 行政管辖区的所在地 好 那我们国势不是很强 所以行政管辖区 很明显的 这个也没什么 再来 剩下没什么跳过去的 再来 国势三最后一行 前列各款以外的财产 其所在地认定有意义时 有意义 你认为这是境内还是境外有意义 由财政部 把财政部画一下 由财政部认定 好 下一个 108页 财产价值 那重点考第一 这个可以考选择题的 看到一 国势二的一 以被继承死亡时 或证实证义时 实价为主体 把实价两个字画起来 实价 第二个 被继承如果是受死亡的宣告者 以法院宣告死亡 判决 所确定的死亡日的实价为主体 所以假设是 法院宣告死亡判决 就用那个那一天 判决日那一天 好 那重点来得看到三 实价 土地用公告限制 画起来 或评定标准价格 那这个天会出一个问题 只要有规定地价的土地 就叫土地公告限制 但是有很多土地 有一些土地没有规定地价 例如马祖 马祖没有规定地价 所以马祖叫做标准平定 平定标准价格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马祖没有规定地价 好 再来 房屋 房屋以平定标准价格为准 那同学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房屋的部分 那最近五月底 你刚刚讲房屋税 那房屋税里面的税单里面 一定有房屋平定标准价格 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高还是低 很低嘛 可能几十万 甚至一百万 有一百万你透效的 一百万代表你已经交了一万二的房屋税 我们台湾房屋税百分之一点二 对不对 看到几千块不用看了啦 那就几十万而已 对不对 在台北市你不是号称三千万吗 对不对 好 看起来就很恐怖 再来 第三 其他财产实价的固定 本法未规定还是一样 由财政部决定 再来 林木的固价 以及种类数量 及林地实价为标准 第四 重点来了 动产中的珍宝古物 美术品图书 及其他不易确定的物品 由画起来 专家决定 专家 好 再来 第五 以一转正税法的规定 车辆船舶舶航空器的价值 以及原始成本减掉合理的折旧 那同学回答我 成本减累计折旧叫什么 财面价值 可是它不是减累计折旧 它是减合理的折旧 所以这个应该叫做合理的财面价值 旁边附注 用合理的财面价值来估价 合理的财面价值 因为它不是减累计折旧 是减掉合理的折旧 好 下一页 第六个 那债权怎么估价 以及债权额为标准 债权额 画一下债权额 其有约定利息者 加记利息 有约定利息要加记利息 好 第七个打三个新号 最重要来的 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 怎么估价呢 那这个地方会有公开上市上柜 新柜的股票 这不一样了 公开上市上柜 加上新柜的股票 那这一种我们要怎么来估价 在移证税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 当天的收盘价格 今天俏调用今天的收盘价格 所以第一个情况 当天的收盘价格 那当天很不幸 今天礼拜六死掉 今天股票有收盘吗 没有 台湾1400档股票 也不是每一档 每天都有成交 有的没有成交 所以用最近一天 收盘价格 最近一天 那例如很简单 最近一天 今天撬掉那种昨天的 对不对 老师 不公平 台湾的股票 最近很奇怪 一下涨停 一下跌停 所以没关系 既然是这样 最近一个月的平均 收盘价格 最近一个月 总可以 上市上贵股票是这样 新贵 对不起 它不叫做收盘价格 它叫做 加权 平均 成交价格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请同学看到 括号期的一 括号期的一 一季城开始 如果震影师 该向上市上贵的收盘价格 可是后面那个地方画起来 新贵没有收盘价格 它叫做 当日的加权 平均价格 有没有看到 画起来哦 打开电视 可以看到 荧幕上有价格的 叫做 上市上贵 新贵的股票 对不起 看晚报 或明天的早报 才知道它 当日的 对不对 加权平均成交价格 它没有收盘价格的 记住 好 电视萤幕也看不到 再来 二 当日没有买卖价格 怎么办 最近一天 画起来 最近一天 使人是用过去式的 最近 最近一天的 好 接着第二个部分是 价格变动有剧烈 用最近一个月 有看到最近一个话 重点就好了 最近一个月的 平均收盘价格 所以就可以知道 原来台湾的股市 最近都在 八千九到九千二 徘徊嘛 不管涨害跌 一定在这个轨道里面 也没什么可以看的 是不是 好 接着往下了 还有一种 核准公开上市上柜 到真正上市上柜 中间有一段期间 对不对 好 核准 公开 上市上柜 到正市上市上柜 中间有一段时间 通常这段时间 大概半年准备 大的公开准备事故啊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万一有人死了或赠予 他手上刚好有这种股票 我没有收盘还没还没开始啊 那怎么办 你放心 只要这种公司 一破土 几乎都有建商介入 辅导你上日上柜 通常都有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而且他能够上日上柜 一定有建商在辅导 那建商辅导 你想想看 开玩笑 我只说那边点点手续会干嘛 大股东 我辅导你上日上柜 便宜卖我3000股吧 3000万股吧 卖一点给我吧 或是下一次 有现金争执的时候 保留一点给我们公司吧 卖吧 所以 他会有一个推荐价格 他有一个推荐的价格 第二个 还有一种情况 大股东要试股 试股 让你们大众去买啊 抽签吧 那个叫什么价格 承销价格 钱交给 交到一个专户里面去 然后电脑抽签 有错到 钱扣掉 没错到 还给你 扣掉手续会还给你 就这样 好 所以 在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110页 有价证券 出自上市上柜 到真正上市上柜 应该证券的划起来 承销价格 抽签的价格 抽签的价格 对不对 或是主办辅导 推券建商 认购的价格 认购的价格 他自己会先买一些 对不对 好 接着往下 那中华民国的公司 除了公开上上柜 新柜 以及核准公开上上柜 新柜 那其实 一百多万家公司 真正有上上柜 怎么一千多家而已 这两家起来到一千五百家而已吧 不会太多 那剩下一百万家怎么办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用什么来估计啊 请同学看到八 请同学看到八 八的一 除前条第二项规定者外 应以继承开始日或镇影视 该公司的资产净值来估计 资产净值 那净值就是什么东西 资产总额减负债总额叫做股东权益 对吧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快学开始上了没有 还没 把股东权益 假设这家公司很简单 只有普通股没有特别股 我把普通股 把股东权益总额除以普通股 流通在外的股数 那叫什么 这叫做每股账面价值 我说假设只有普通股没有特别股 那就叫做每股账面价值 会计学的术语就是 每股账面价值 也就是股东权益总额 出产总额减负债总额叫股东权益 也就是禁值 所以 普通股流通在外的股数 普通股流通在外的股数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就是每股账面价值 就是每股的进尺 OK的 好 那这个公司不要跟每股盈余扯在一起 每股盈余叫EPS 不是这个东西 那回答我什么叫每股盈余 竟然有人把这两个搞错 每股盈余是什么 讲的都很好 你只要把定义写出来 什么叫每股这么一价值 普通股每股 拥有多少股东权益 我们就好啦 定义写出来公司就被好啦 你是把股东权益总额出于普通股流通在外的股数 那什么叫每股盈余 普通股每股今年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分子一定本期尽利的嘛 假设这普通股没有特别股 有特别股来减 减到普通股的特别股的股利 所以什么普通股流通在外加钱 每股盈余是普通股每股今年赚多少钱 你不要跟这个扯在一起 OK 好 可是黄任宗当时就死在这里 黄任宗是台湾的欠世代王 民国七十几年 他把远东航空公司的股票卖掉 还把一家电子公司股票卖掉 他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长 45岁都把股票卖掉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把远航卖掉 他说那一天远航的每股账面价值 他说是28块 他卖三十三 所以每股赚五块 黄任宗说他显然没有一显著不相当的代价 浪雨宅展 所以不需要视为赠予各赠予税 台北市国税局查的结果说 你扶扯 经过算的结果远航每股账面价值是八十五 你卖三十三 所以很显然你显著不相当代价让你财产每股五十二块 你卖了三千万股 那你要补多少赠予税 当时赠予税税率五十八 民国七十几年 五十八 又没申报赠予税再怀一倍 最下要变台湾的欠税盗亡 然后打死一毛钱税都不交 这一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远航的公司的股票并没有上上会属于这种 属于这种 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民国七十几年死不死怎么样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大涨一万两千多点 就那时候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万都没破到 对不对 很丢点的事情隔了二三十年 那结果怎么样呢 那时候国泰人寿 每一张一千九百块 买一张国泰人寿股票是一百九十万 民国七十几年 现在不止 现在只有四万 国泰人寿现在不是几块 四万块而已 现在我可以买一张 所以当时我自己还那样的结果 以我的所得 大概最多这辈子退休只能买一张中华开花 因为中华开花那时候九百九 一张九十九万 所以现在中华开花不是九十九 现在是九块 一张九千就有了 所以中华开花底下我一定买一张贴在墙壁上 我有 我这辈子本来一辈子买不起的 现在总算有了 纪念一下 好 你也买得起九千而已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手上拥有很多 公开上市的股票 可是他的账上的 求每股账面价值的时候 他都是用成本 他没有调整成为那一天的收盘价格 就插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跟财政部台北国税局的争议点在什么地方看 公司资产中的土地和房屋 其账面价值低于公告土地限制或房屋标准明定价格者 要加以调整 那这个地方远航土地不多 还好 二 公司持有的上市上贵有价增用新位股票 要根据刚刚来加以调整 远航当时他们算每股账面价值都是用成本 都是用成本 那早期美国七十几年远航生意好得不得了 高铁还没开 斑斑客满 因为那时候滑航不断出市 对不对 滑航不断出市 所以大家都做远航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 股东群要调整 土地房屋要调整到 土地的公告限制 房屋标准明定价格 公开上市的股票要调整到 你卖掉那一天的市价 的这个价格 他都没有调整 所以郭瑟瑜说82 他说33 你看差好几倍 差好几倍 对不对 好 再来接着往下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 好第四个 那 这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那还有什么公司 有限吗 有限公司 假设有出市额 那比照办理 对不对 根据第三个来办理 比照办理就ok了 好再来接着往下 接着看到第二点 假如这家公司真的已经倒了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就何时任劣 倒了 削业倒闭 那就何时任劣嘛 对不对 好 再来接着往下 第三 非古有限公司 出自而比照 刚刚那个规定 好 再来接着往下 剩下这些就比较不会考 因为那边考记账士 假设这家你要考不动人 经济人或地震士 这里就很会考 很会考 那这些我们就跳过去 你比较不会考的 看到113页 好玩来了 好玩的来了 113页的 括号22 好玩的来了 出现了 信托 第二十二条 遗产基正义税法 第十一条 依第三条之二 第二项规定 因科正遗产税的权利 画起来权利 价值怎么估计 权利的价值 那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你快语学里面所讲的 年因限制跟复利限制的概念 那我不知道你快语学 年因限制复利限制 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一点点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一个信托 很简单的信托 我成立信托四年就好了 不要太久 四年 四年 那假设他的信托金额 假设是一千万 当时我跟信托业子讲 你把我拿去买公债好了 假设公债 可以一年可以赚6% 假设 他可以赚6% 四年到几把信托金额还给我 那前面讲过了 对不对 好 那假设这个6% 每年年底给我就好 假设每年年底我们简单一点 那代表这个信托的受益人 未来四年 每年年底他可以收到多少的支息 一千万成6%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你是每年年底可以拿到 一千万的6% 所以你可以拿到 60万 每年年底你都可以拿到60万 到期 信托金额还给你 一千万 那请问这个受益人在信托行为成立这一天 他是不是可以得到 这五个金额 未来可以得到这未来无比金额 对不对 那请问这一天的限值是多少 这一天限值多少 我要计算他的赠与金额 或是遗产的金额 这一天 那 四年后的一千万 现在值 多少 要怎么算 好 嗯 嗯 这一天的限值值多少 对不对 那很简单 不会很难吧 一千万 乘上负利限值 一年 我们用单利 一年以上 习惯上我们用负利 二年后的一笔钱 钱就现在的价值 就叫做负利限值 就叫做负利限值 这没问题 可是求负利限值表达 快捷学的表 它的利率是市场利率 你要给我市场利率 那我再救出来 市场利率 你还要给我奇数 这一题的恩是四年就知道了 所以四年后的一千万现在值多少 这两个相乘就知道了 这两个可以查表 这两个可以查表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写 就是一千万嘛 除以 一加i的几次方 四次方 就这样嘛 然后金额怎么求 一千万乘以 一加i的四次方 分之一 这个就是负利限值表 这个就查表 求出这个金额 这就是你